好那第三个概念用的是所谓的这个谢霖点就是据点 然后 那谢霖 谢霖这个学者呢 他所发展的说 说在协调赛局里面呢 OK那如果我们有很多个均衡解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要去找哪一个均衡解 来采取呢 要采取哪一个均衡解 然后他所基本的使用的是模型 先探讨协调赛局 然后再把这些条赛局 把它扩展到双方具有敌对性的 例如说像这种谈判赛局里面 然后呢 基本上在协调赛局里面 双方当时有共同利益 必须达成某种合议 然后呢 这个参与者他会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之下 他还最大化的利益 那说举了一个 著名的例子呢 就两个 其实这个会面点有两个例子 然后第一个例子就是说 如果有一对夫妇在百货公司里面 然后就走私了 那这对夫妇如何在百货公司里面见面 然后可能的一个答案就是说 这个百货公司的在 这个墙壁上就贴了一张告示说 你如果走私的人的话 可以在一楼的这一个 那个服务台面前 前面会面 那他们就会到一楼服务台面前会面 然后呢 他第二个例子就是说 两个耶鲁大学的学生 如果相约在纽约见面 但是没有事先讲好 见面时间地点 到最后他会在哪里 结果大多数人的话 就选中午12点 在中央车站见面 然后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个就是说 我们在心理上的话 有一个点 那个点的话 就是所谓的默认的协调 那默认协调的话 又称为巨店 或称为谢灵店 然后呢 这是一个具有图书性的点 就是在很多个均衡里面呢 其中有一个具有一个图书性 然后呢 那个图书性的话 就会变成双方所预期 对方会注意到 并且会采取这个点的配置策略 到最后 大家统统在那边去集合 好 那这个据点显著性呢 谢灵本身讲说 他有些 有可以用理性来加以解释 但有些没有办法 用理性来加以解释 他的想法 因为他是研究国际关系的 他比较倾向于说 没有办法用理性 或逻辑来加以解释 那但是呢 其实有些谢灵点 他是可以用来解释的 这个据点是可以用来解释 用理性来加以解释的 因为在谢灵的他的文 他的书里面呢 他有提到说 先例 The President 可以作为这个据点的情况 但是这个情况 本文主张是说 可以用理性来加以解释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有一种先例的话 他是先前成立的 博物图罪事点 他是过去曾经发生在 理性最大化前例之下 产生的据衡点 那用这个先例来作为据点的话 他同时具有一个 成本和效益的优势 好 效益的话就是 他比较接近于 过去的这个均衡点 比较接近 你现在的一个均衡点 成本的话 就是说 法院只要看过去的均衡点 就可以接近现在的均衡点 然后呢 他不需要去重新探讨 那个均衡点在什么地方 好 那所以 但是呢 你可以要先承认说 先例跟现在目前情况 不尽相同 但是只要 过去跟现在效益变化 跟节省的成本 交易成本相互权衡 仍然 OK 有节省交易成本的优势的话 那这时候仍然可以 用先例来作为据衡点 那何况 再进一步说 双方当事人 你如果采取过去先例的话 你可以在过去先例 作为据衡点附近 来作为微调 让它趋近 现在一个均衡 那这个使用据衡点的方法 就类似于 不可能跟 图洛克 用逐步交易法 来趋近 柏维图追尸点 那美国有一个学者 法律的学者叫Adams 然后呢 他阐述说 其实法律呢 他可以来创造据衡点 这个功能 那第三人表达 同时具有 这种提供据衡点 跟出界协调功能 那比如说 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百货公司的 那个墙上的那个告示 那法律是这种 第三人表达的一种 那法律的成就 就会成为 提供据衡点的方法 也就是说 你不需要去提 法律的强制力量 光法律陈述 本身就会使当事人 能够汇聚他们的一个 心理上的一个期待 那通常的话 判例法可以用来创造据衡点 那本文后面所要提到的 过去权利经跟被告故意 都是用判例法 来创造据衡点的这个实例 OK 好 那接下去开始探讨 我们本文的三个 这个基本的据衡点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合理权利经 好 合理权利经就是说 美国的学者提出说 纳学金衡解 可以用来解释合理权利经 但其实你如果 只去探讨的话 其实他意思就是说 纳学金衡解的话就是 其实他讲的就合理权利经 就是一种假设性的一个谈判 好 但是因为假设性谈判呢 它是一种资讯成本 很高的这个方式 因为假设性谈判里面 涉及非常多的 这一个因素 然后法院必须要在抽象的 去探讨说 它的这个均衡到底在什么地方 好 那你如果对这些很多因素的 重要性不加以区别的话 因为你必须要运用很多的因素 来限制或载化谈判区间 成为一种高 交易成本这个操作 因此假设性谈判的话 他必须要试图去降低交易 资讯成本的话 才能够做得到 好 那用纳学金衡来解释 这个合理权利经的话 同样从双占模型开始 那经济学家 那个Roy Weinstein 他等人解释说 双占模型可以决定 一个谈判的区间价格 但无法决定 这个谈判的这个结果 那因此这个谈判的价格 是有两个 这个谈判价格区间 有两个破局价所决定 那破局 我可会意思是说 当时不谈了 然后就是宁可破局 好 这个两个 这个谈判区间的上限是 买方就是被告的这个破局价 也就是买方可能接受最高价格 那区间下限是卖方 就是原告的破局价 就是卖方可能接受最低价格 那破局价不只决定 这个谈判的外部边界 他也同时决定双方当事人 在谈判中的立场强度 因为越具有替代方案的话 他谈判立场就越强